美食為天在國軍也是一樣 國軍的餐費在近幾年 已經提升到了每人每日約95元 不過要如何吃得好又吃得巧 讓每個人的美餐都可以營養的均衡 這就非常的考驗火房和火尾 他們的功力了 以龍盛營區來講的話 主要是區分有衛生營 以及軍團本部連來輪流十隻磅 然後我們的磅火 都是吃同樣的菜 所以不會因為說軍團跟我們衛生營 這個兩個等級有不同 都是吃一樣的菜吃 國軍限時火食費可區分固定給付的 主副食品計值與副食費 以及依照地區而不同的 地區性副食食物補助費 基本的本島官兵 每人每月為2859元 折合每日約95元 在不用考慮人力租金和水電成本下 相較過去也稍微寬裕 不過如何有效利用這一筆菜前 火尾就是其中的靈魂人物 中午的烤雞腿 我們量大概會增加多20隻 辦公室裡火食團的火尾 正在準備對採購的食材進行投單 採購的流程 首先需要核對當日的載營人數 依照清單上的菜色進行菜單的搭配 再對應當日的載營人數 下訂相對應數量的食材 各式的菜肴要如何搭配 火尾中的營養士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從今年1月1號開始 從實行市轉變成營養士 那以我們三支部目前來講 總共增加了31個營養士的邊缺 那後續我們就是朝著這個 能夠透過菜單的管理 人員的管理 那使我們官兵能夠提升我們的戰力 先幫他把西瓜先幫他慎重上面 在如同線上購物般的下單之後 取貨當日 火尾便會在一早驅車前往鄰近的 副食品供應站 依照投單的內容 一一核對項目 品質 以及數量 現場取貨 4點高 2碼後3碼 281 281 以三支部所使用的龍岡供應站為例 裡面的取貨地點可分為 蔬果 生鮮 雜貨 三大類 其中大宗雜貨類 既有279家合作廠商 提供1556種商品 生鮮蔬果給部隊的報價 是以5日平均菜價為基準 商品品質必須依照規格表 20%以下的瑕疵須立即換貨 超貨則會以違約可罰 除了提供部隊合理的菜價 同時也藉由集合制度 確保品質的穩定 在部隊採購的食材中 有趣的是可以採購成品 半成品 或者是原型食物 但投單要投胡蘿蔔還是胡蘿蔔絲 火尾有一套自己的下單原則 如果今天只是普通的調配的菜料 我們可能會想說把多一點的時間 花費在其他控任的過程上面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選擇 它是投切斷或切絲 那如果今天這道菜是 占大多營養的裡面 我們就會投原型的物料回來 自己透過自己的洗 切 料理 精簡的成本的預算 然後把這些營養成本回饋給關鍵 當食材進入到火房 就是火房動起來的時刻了 不過軍中火房不像家裡廚房 在用餐前的有限時間內 什麼動作都要學會放大 初期上是吃得很不上手 因為它都是家裡的放大版 那譬如說之後可能過一段時間 就會比較容易上手這樣 基本上那個火候也是要吃一段時間 差不多約三個小時左右 不會有難度主要是在於 中餐方面的難度 就是晚餐跟午餐 因為它需要大量去做翻炒或是蒸醋 那早餐的部分都會比較出現 就是一些我們所謂的蛋餅 或是饅頭之類的 所以會比較不會這麼的幫忙 加蜂蜜的光澤 還有它皮的脆度 是這麼的光亮 火房兵示範製作烤雞腿 這也是當天中午的兩道主菜之一 好吃的秘訣除了雞腿醃料 在雞腿上的蜂蜜 更可以天真風味 部隊的菜想要吃什麼 火防火尾都會時常和部隊同袍交流 在個人喜好 營養均衡與製作的方便性 取得一個良好的平衡 我覺得最難的一道菜應該是鴨的料理 因為鴨的要做到好吃是一件 比較不柔硬的製作 鴨鴨如果處理不好的話 它會有一個腥味在 人家不吃的 我覺得 苦瓜茄子 對 這個就要因人而異 因為茄子有些人就是會比較排斥 那苦瓜的話 本身有一些苦味沒有人那麼喜歡 我們會有香菜 通常像是一個點綴 我們都會這樣放排鱗蜜 如果它需要的話可以吃一家 除了火防 近年國軍在下班時間推行的社團活動 有部分也成為了家菜的來源 在各部隊時常組成的烹飪社 在社團之初 其實並不佔用伙食費的額度下 也替部隊的平日菜單 添增不少活潑稀稀 部隊的東西就是吃起來 就是有點像家裡面的菜 因為還有很多多樣化的菜色可以選擇 那像我們烘焙社是有我們的 就是夜市觀看部 生產黨組成的社團 他們平常會在餐廳進行一些 火防的點心的作業 讓我們就是有點像是 女生吃下午茶那種感覺 就吃小點心 算是另類的開胃這樣 早年物資匱乏 部隊伙食一向刻苦簡約 在近年募兵推行 軍人走向更專業化的潮流下 健全的飲食供給 才有辦法有效的天增戰力 雖然通常小部隊不弱大部隊 有更大規模的經費可供採購 但在各種富食補助的挹注下 只要部隊招募到有心的火防火尾 部隊吃飯像在家 就不是天防夜潭 旅行的偶像是 通常熱你 偶像是 雖然有軍被緣 為主力分析 旅面 感谢观看